这宴会挺胜的 这么多人 还行 你看我这衣服好看吗 我特意挑的 什么衣服啊 我只看到你裹了一条棉被 懂什么呀 我这衣服都好看 后面 不能露 什么东西啊 干吗呀 这被人看见了多不好 什么啊 你这样挺好的 你拿掉拿掉 我不拿 你是什么时代的人呐 露点被怎么了 你围着这个 大家都会看我们 觉得你很奇怪 我们行踪就败露了 我穿越回来的行吗 我不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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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掉 你干吗呀我不拿 你拿掉你还省不省住 我不拿了我不拿 不是你拿掉 你拿掉拿掉 别吵 松手 为了千分之三的股份 看好了啊 不要了 别吵 我看了这么如神的 要不要给你男朋友去打个招呼啊 打扮 统总 今天 我是您的女爸 知道就好 统总 那什么火 刘虎 你也是个男人 知道什么叫戴绿帽子的滋味吗 这点何雨琪做得比你好 这叫什么 这叫良勤则目而息 这顶绿帽子 你戴定了 是吧 雨琪 走 乃洛 小巫人在乱大梦 别忘了 咱不是来找安德尔的 不是找童总的 怎么又一天我要让他后果 好啦 走 各位 女士们 先生们 我今天真的特别高兴 看见那么多的老朋友 新朋友 盛装的 来参加我这个酒会 我更觉得非常的荣幸 可以为大家 组起这么一个交流的平台 我准备了一些 我喜欢的红酒 小锦兴 希望大家一面喝一面吃 谢谢 我有一位老朋友 相信大家都认识的 佟建国先生和他的女伴 何雨琪小姐 他们 会为大家 共舞一曲 现在五场有请 佟先生 何小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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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让我丢面子 我让你好看 我告诉你 你可别找睡了 我知道你心里肯定不舒服 不痛快 但是你得忍住 忍住 你会付出代价的 这顶绿帽子 您戴绿 诶 可别找睡了 冰先生 我知道你心里肯定不舒服 不痛快 但是你得忍住忍住 诶 劳获你干嘛呀 ing 争 哎 胡 别找了 你 travaille 王 什么人来的 温先生 我不知道 是啥呀 是 今天晚上是跟我回去了 还是我报警 你选择 你给我过来 你拉我干什么 你给我过来 你拉我干吗 就算你跟那个佟建国不共戴天 你也不能见他一次打一次吧 你忘了 咱们俩来干什么呢 来干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你不能看到 他跟何以琪在一起 重要的是你更不能看到 他们那么亲密 对吧 今天这样的话 那你就把何以琪抢回来啊 我为什么要把他抢回来啊 我就是要揍他 刘妥 轨 轨 轨 回来呀 回来呀 刘华 你干吗呀 不打出人命你生怕休是吗 你非得让人家报警是吗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我偏要说 女朋友更别好了 你非要杀了全世界才甘心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呀 小辉 小辉 你走慢点呀 小辉 小辉 你听我说呀 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一千个后悔 一万个后悔 我怎么跟你在一起 我怎么还跟你发生了关系 我哥已经知道咱俩的关系了 只是他不知道我已经怀孕了 所以我告诉你 你现在必须跟毛牙分手 必须分 马上分 怎么分 你告诉我怎么分 既要跟他分手 还不能让他知道咱俩的关系 怎么好人都让你做了呀 他是不会放弃我 我俩在一起六年 六年怎么了 你们俩在一起六年 我就默默地爱了你六年 你知道我在心里有多难过 有多痛苦吗 小辉 我会证明 我比丫丫更爱你的 小辉 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离开我好吗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我求求你 大家都到齐了吧 到齐了 很好 你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黄鸦鸦 是你们的新任主管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接手 世纪小区物业管理工作 加油 加油 霍 你还好吗 我很想见你 我很想见你 你就是我哥新任的小琴吧 我哥的眼光真的是越来越差了 毛鸦鸦 刘伙 你可真够神通广大的 早上我找到这儿来了 我告诉你啊 本姑娘不跟你玩了 玩也玩不出名堂 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联系了 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骚扰我 好吗 谁骚扰你啊 你搞清楚我住这 我是这里的业主 业主 你 对啊 我说是够倒霉的 我怎么越不想看见什么 我就越看见什么呀 我怎么在哪儿都堵不掉你 你躲我干什么 我正想打电话给你呢 遇到你最好了 走吧 跟我走吧 去哪儿我不去 我要上班 上什么班啊 我是业主 听我的 到了 进去吧 你不都已经决定了吗 我没有想着跟毛丫丫分手 是你逼我跟她分手的 是你说她哥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她嫁人人瞧不起你的 是 可是如果没有喝醉酒 跟你发生了不该发生的 也不可能造成现在这样的混乱 我跟鸭鸭呢 我跟鸭鸭呢 已经确定了这种恋爱问题 我跟鸭鸭呢 已经确定了这种恋爱问题 我跟鸭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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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恋爱关系了 我爱她 她也爱我 你就是故意的 你故意伤害我 我都要看看 你们俩最后能不能在一起 这件 这件 还有把木特身上拿一件 都拿这个小姐的池吗 好拿 你发财了 好奇怪啊 我又没说要买衣服 我跟你买 这点钱我还是有的 我干吗让你给我买衣服啊 我以后不是没钱 我干吗让你给我买衣服啊 小姐 要不要进去里面试一下衣服啊 我不是 我根本就没有打算要 我要 直接包起来吧 好 用杯咖啡 好 你装什么图好啊 假不假啊 先生 您的咖啡 衣服给您打包好了 谢谢 放着吧 你干吗呀 你干吗呀 你干吗把咖啡破我身上了 刘浑你有病啊 刘浑你到底要干吗呀 你干吗 你换衣服吧 灵魂 刘浑 这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跟你正式介绍一下 王鸦鸦 我的女朋友 我是不会相信的 伤不相信那是你的事 刘浑 我知道你为了惩罚我 可是你也没有必要 为了我随便找一个女人 故意来气我吧 忘了一天累了 可不可 我不可 服务员 来杯橙汁 不要 我要 刘浑 别在我面前演戏了 我说过 我是不会相信的 所以你怎么想吧 我今天主要是要告诉你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不要再发什么微信 或者什么联系我什么 多尴尬 刘浑 别这样好吗 我们在一起七年了 我对你怎么样 对我们的感情怎么样 你是知道的呀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已经知道错了 我这样做 我也是为了 为了我啊 不是吧 我会为了你所谓的成功 让你做那么无始的事吗 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的野心吧 是 我承认我有野心 不管我做过什么 还是我做错了什么 可是我对你的爱从来都没有变过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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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了 给大家留点面子吧 我们之间一刀两断比较 安阳 走 刘浑 刘浑 你疯了 你疯了 哎 哎 既然你还爱着他 就把他抢回来呗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说实话 七年的感情也挺不容易的 我能看出来 你的心里呢还爱着他 他的心里呢 也没有完全放下你 如果真的放不下 就原谅他呗 不会原谅他 永远不会 蛋哥 是面子重要 还是一辈子的幸福重要 这不是面子 是尊严 行行行行 我不给你争不给你争啊 你就自己作吧 人 fourth 下车 我说下车 下车 温虹 温虹 快点 快看 你床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 这不是过会儿拆桥吗 用啊我就不